這個TESTER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格式化 比如說格式化什麼?如果給它兩個字 它也要變三個字 一個字也是變三個字 零個字也是三個字,永遠都是三個字 那個就要格式化 你只要給它格式 它就給你結果了 會更簡單嗎? 那怎麼做? 而且你們可以把剛剛的公式把它刪掉 或者你可以複製另外一個 工作表 就是在旁邊有沒有 拖拉這個綜合練習 拖拉過來 順便按Ctrl鍵 Ctrl鍵按住是複製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下面 下面這個 這個地方按住不要放 拖拉 順便按Ctrl鍵 放開 有沒有 拖拉放開就是複製 複製的意思 複製一個一樣工作表 因為我要再做第二個練習 我要保留原來的 應該OK吧 拖拉然後 Ctrl鍵按住 拖拉 Ctrl鍵按住 拉到它的右邊 放開 Ctrl鍵不要放 放開 有沒有又多一個綜合練習 一樣的 然後呢我們在這邊做什麼 把舊的資料刪掉 舊的資料怎麼刪比較快 我的習慣是 游標放 E4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Ctrl 向下 Ctrl是方向 向下是到最下面 Shift 是選取 然後按Delete 這樣就整個選 刪掉了 不要快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再Delete 或者你也可以慢慢選 不過方法 我建議你可以學一下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按Delete 然後呢 游標再放回原來的位置 如果我今天呢 換成 可能又稍微簡單一點的那個 函數 那怎麼做 Ctrl Shift 向下 OK嗎 Ctrl Ctrl Shift 來看一下那個Test 你們先在旁邊這邊練習好了 我們還是先不要串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 用 切到 類別裡面的文字 文字 文字裡面呢 一樣找 往下找 它T開頭 所以它比較下面 Test TXT Test 那這個函數呢 基本上跟你講說 E指定的數值格式 將數字轉換來文字 意思就是說 因為有0開頭的話 一定是只能是文字 數字不能是 用0開頭 所以那基本上 它是幫你把那個數字 也轉成 文字 然後按確定之後 再來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把84 變成084的話 那我就先選一下 跟他講說 Value 我給你一個值 Value的值 就是 數字那個數 哪個數字 84 那我今天呢 要 這邊有個 Format Test Format 特別是格式化 記得喔 裡面 先給個雙引號 因為他一定要是Test 所以是一定是文字 雙引號開頭打三個零 在後面雙引號 三個零喔 三個零意思就是說 我要三 幫我格式化 三個字 OK 未來如果你要四個字 就 四個零 一直都一推 好 這樣子OK按確定 你會發現 他幫你變成084 那如果007也是一樣 所以你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的話 就變007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有沒有 全部都做完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要把它套在哪裡呢 套在這個 手機這邊的話 基本上 做法跟前面類似 等於什麼 雙引號 09 AND什麼呢 你有沒有 區碼 點一下區碼 OK 然後在AND 我要一個減 所以雙引號一個減 再AND AND什麼呢 084 可是084要怎麼加比較快 其實可以用剛剛這個 084 那你可以點這邊啦 或者你乾脆直接 怎麼樣 在這邊點一下 前面的下拉清單 有個TEST 然後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G4 這邊封面TEST是雙引號 000 雙引號 打勾一下 0809 0809 剛剛點錯了 這應該是點那個 這個才對 0911 一個減的符號 084 後面的話呢 當然就 在007 比較快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可以從哪裡呢 從那個F4的右邊這邊 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 貼到後面 把那個 H4 有沒有 改成什麼 把G4改成H4 按打勾 向下填滿 也是完成 OK 應該可以 看懂 因為 主要是這個解析度比較差 你可以看實力 因為 一般我們上課都在電腦教室 他會有那個廣播系統 一切你們畫面 就會切 成我的 因為 這個投影 可能他的解析度也沒那麼高 所以 可能 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我設備 關係 所以 就 可以 看一下講義有沒有 其實講義也有最後完成的 那個 應該是在 第 第十九頁 那個如果簡報的頁碼 十九頁 也會有 這個最後的結果 把這個 放大一下 就方法二 所以剛剛是方法一 方法二 大概 這個練習題大概就先到這裡 就是 兩個方法 所以我們剛剛 從頭到尾大概就講了 R E P D L E N E F 然後再來就是 再 test 所以 這一題大概就至少講了 有四個函數 四個函數 那待會我們 會繼續 這個是 第一個 第一個函數 第二個函數是邏輯 我們一步一步一步的 難度 這些東西都是比較基本 反正就是慢慢把這些基本規則了解 那以後呢 你工作裡面 就把這些加進來 做熟了之後 其實我覺得 你會越來越順手 會覺得 這東西其實 處理起來也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困難 開個頭 先了解一下文字 函數 那我們 先 中場休息十分鐘 然後 待會再接著看那個邏輯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邏輯 就先來